哎呦 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抽筋 哎呦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别吵了 吵人来就要你来了 哎呦 你赶紧我腿好痛啊 来来来来 哎呦 哎 慢点啊 来 坐坐坐 来 腿够 请你 请你 哎呦 我说你也真实的 歇一会儿一上来强度这么大 肯定吃不消的 儿哥说了 我腿部力量不足 合法力不够 所以我的健才食不快 哎 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以前我总是偷懒体能训练 如果再这么偷懒下去 我就一辈子待在二军了 哎 你说你天天拼死拼活的 你就不累吗 累啊 当然累了 我是肉做的 又不是油做的 当然会觉得累了 但是呢 再苦再累 也没有跟拳王打那场比赛的时候累 不好意思美女 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这场比赛我会赢的 因为你 胸水挺好闻的 你 借我一下 说到那场比赛 你那天穿得像是要去见网友似的 超级奇怪 而且啊 全场人都在为我欢呼呐喊 就你一脸不耐烦 着急要走的样子 你怪我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那天 差点被打死了 我 我好几次看见你那样 我在想说我的话 我早就投降了 是啊 我是想要投降 他每揍我一圈都想投降 那你干吗不投降 白白挨揍啊 我刚想好投降的时候 他一脚踢过来 踢头肺都要炸了 还一口老血兔在你身上 我轻点轻点 哎 没事 我没事的 我现在想想啊 你说当时现场那么多人 你为什么偏偏就倒在我面前 怕我一身血 是啊 好奇怪啊 现场那么多人 我怎么就倒在你面前了呢 这缘分是真挺奇妙的 而且你的丝巾 你的香水 又让我重新恢复了战斗力 废又复苏了功能 真的假的 我香水 是啊 在那一瞬间 我仿佛又不那么想认输了 你在我心里怎么想的 我心里想 只要我再能多打一拳 我就可以和你去看场电影 要是我能再多撑三秒呢 就可以和你一块去看星星 要是我可以把那个人KO 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你 来 少来 你这绝对是哪个漫画里学的桥段 好 好痛 还疼吗 好一点了 我得为训练师继续训练了 谢谢 来吧 上来吧 我背你过去 要不然你一会怎么训练 你这个私人教练呢 对我尽职尽责的 我这个专属保镖 当然也不能怠慢你 对不对 别扭扭捏捏捏捏捏了 来 上来吧 嗯 我重不重啊 我重啊 你挺轻的 你得多吃点儿 要不然体力跟不上 知道吗 哎 你要吃什么 说不上来 反正好吃有东西 好 小心点儿 来来来 等一下 来 腿放上面 行行行 你 你干吗 什么干吗呀 把你固定一下膝盖 一个体能训练 把你遮腾成这样的 一会训练怎么办 等会儿啊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我离二号已经越来越圆了 越来越圆了 越来越圆了 喜欢那个颜色 蓝色 你说你啊 你可以帮我分析填制他们 为什么不帮自己分析下二军呢 只要深度了解花蓉跟贺嘉他们 要在比赛中打败他们 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说得简单 这招要管用的话 我就不会留在二军了 我是能分析他们的弱点 但是我速度跟不上呀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 奇葩 光靠分析二号就可以打败他 我可以天天陪你练习啊 只要打败倒水第二的贺嘉 你的名次就上升了 我可以模仿贺嘉的公鸡 天天陪着你练习 直到适应他的速度为止 你模仿得来吗 我是光靠看视频 就学会了死亡华尔兹的男人 你 你就 你就成功了一千零一次嘛 不过也可以试试看啊 总比我什么都不做 做一代倍的好 至少我努力过 我正在找 那就一言为定啊 你帮我分析田质 我帮你模仿贺嘉 成长 真不模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